每周饮酒量超过100克会减少预期寿命 马上就要过年了 回家团聚难免要跟亲朋喝上一杯 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聊喝酒这件事 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们将会深挖喝酒对身体的影响 让你学会如何更科学的享受美酒 有人发现在吃了发酵获得僵果之后呢 心情会变得很愉悦 于是他们想办法通过改良发酵技术 复集这些快乐元素 酒文化就这样慢慢产生了 随着科学的发展 人们对酒的认知经历了反转又反转的过程 自古以来都有小卓一轻一说 再加上法国悖论的传播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喝点小酒 特别是红酒是有利于健康的 甚至有的人即使不爱喝酒 也会为了养生习惯性的每天喝上一杯红酒 然而科学研究陆陆续续的报道了 饮酒引发的各种身体问题 2018年柳燕刀上刊登的两篇重磅文章 彻底的摘掉了酒浪漫美丽的面纱 4月份这篇文章对83项前瞻性研究中 接近60万名当前饮酒者的个体参与者数据 进行了综合的分析 评估了饮酒与全饮死亡率 总心血管疾病和几种心血管疾病亚型的关系 研究发现每周饮酒量超过100克 会减少预期寿命 比如一个40岁的人 每周饮酒量为200至350克 那么它预期寿命会比每周饮酒量 0-100克的人少1-2年 喝的越多 预期寿命减少的就越多 8月份这篇文章分析了全球150个地区 694个个体的酒精消费水平 以及2800万个体 接近65万病例 对23种饮酒相关风险 比如肺结核 高血压 心脏病 各种癌症交通事故等 进行了系统的回物和汇萃分析 他们发现 酒造成的总身体负担 比之前发表的数据都要大 并且随着饮酒量的增加 而单要增加 根据相对风险曲线 能将健康损失降至最低的饮酒水平为0 说成人话就是 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酒精没有安全剂量之说 低酒不沾最保命 但并不是所有的医学工作者和科学家 都坚持酒精的绝对伤害论的 比如日本名医春山冒雄伙士 在他的脑内革命这本书中呢 就多次提到 人不一定要为了健康而戒酒 正确的饮酒态度才是最重要的 总之跟饮酒相关的高质量研究 还有很多 虽然各家的结论稍有出路 但是大方向是一致的 那就是饮酒是不养生的 但适量饮酒风险也是不大的 超过适量的话 喝越多对身体的危害就越大 因此把喝点小酒当养生任务的小伙伴 赶紧stop 因为虽然少量饮酒可能会对某些心血管疾病有帮助 但同时又增加了癌症等其他疾病的风险 功过相比 那些为了睡得更好 而睡前小折的小伙伴呢 也赶紧stop 虽然酒精的镇定作用可以让你快速入睡 但是呢会影响整晚的睡眠质量 因为酒精会促进排尿 因此呢会让你半夜醒来上厕所 另外脱水导致的口渴和头疼会干扰你的继续入睡 现在关键问题来了 到底多少是适量呢 这也是相关研究中争议最大的地方 比较普遍接受的观点是 每天不超过一杯或者每周不超过100克酒精的饮酒量呢 安全风险是很低的 超过这个数之后呢 风险系数就直线上升了 这一杯大概就相当于一罐的淡啤酒 一杯150毫升的红酒 或者一小杯40毫升的烈酒 需要提醒的是 每一个人酒精代谢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遗传基因身体状态 饮食搭配甚至心情都会影响 因此每天一杯这个量是一个 你供参考的平均值 咱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状态做调整 这一点待会还会细说 酒有社交润滑剂之称 当血液中酒精浓度轻微升高 也就是小于0.06的时候 会促进GABA活性 增加Vita内分态 多巴胺等物质的分泌 从而产生一种轻松愉悦的感受 它有助于更顺畅的交流 社交氛围会更好 另外微量的酒精也能提升人的语言能力 你会发现自己在喝了一点点酒之后呢 外语会说的更流利 发音也更标准了 然而当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继续升高的时候 你的平衡能力啊 语言能力啊 视力还有判断力等等 多项功能就开始下降了 另外由于人体自带的复反 会机制的启动 内肥胎等快乐元素分泌减少 皮质醇等压力元素分泌上升 愉快的情绪也会开始被抑制 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焦虑烦躁不安 再继续喝下去 人就会开始恶心呕吐 甚至昏迷不醒 喝酒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很难控制好自己 因为在愉悦感慢慢下降的过程中 人会不知觉的喝更多 来试图延续之前的状态 后果就是越喝越多 直到明定大醉 我有几个私人小技巧能够帮助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首先你可以选择完全不喝 看着别人喝很尽心的时候 你不用羡慕 因为有研究发现 酗酒后皮质醇分泌会持续升高 导致酒后长时间的压抑情绪 因此喝太多其实相当于透支了快乐 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如果要喝那就尽量发挥出小酒的优势 减少酒精的伤害 酒精主要在肝脏代谢 肝脏平均一小时能代谢一杯酒 因此饮酒的诀窍在于慢 给肝脏留点时间 让它把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严格控制在0.06%以下 你可以先吃一点肉或者喝杯酸奶 减缓酒精的吸收 像之前推荐过的葡萱糖也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然后再在酒杯旁边放一大杯白水或者电解质水 每喝一口酒都搭配一两口水 这样既能减缓喝酒的速度 又能防止喝酒导致的脱水 另外选择低度的啤酒 鸡尾酒会比高度的白酒更容易控制量 如果条件允许 你还可以把冰块或者果汁加到酒里 又好看又好喝还稀释了酒精 如果你酒量很差 就别把含有二氧化碳的碳酸饮料跟酒一起喝 因为理论上碳酸会加速酒精的吸收 你更要拒绝拼酒和一口闷 这样既伤害了身体又浪费了美酒 喝酒的时间尽量跟睡觉的时间间隔得久一点 让酒精代谢掉再入睡才不会影响到睡眠 万一真喝多了 那就接下来的几天不喝酒 让身体完全的恢复 最后说一点冷知识 2019年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篇文章 很有意思 非常值得一读 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人 而且它从移权学的方面解释了不同人对酒精的不同态度 酒精也就是乙醇在体内的代谢有两个关键的步骤 首先它会在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变成乙醇 然后乙醇再被乙醇脱氢酶代谢成乙酸 这里有两个基因尤为关键 一个是位于12号染色体上编码乙醇脱氢酶的ALDH2基因 这个基因发生突变之后 代谢乙醇的能力就会变差 因此乙醇会在身体中停留时间更长 另一个重要基因是位于4号染色体上编码乙醇脱氢酶的ADHEB基因 这个基因突变后乙醇的代谢会增强 酒精会更迅速的变成乙醇 因此也会导致乙醇浓度的增加 喝酒产生的愉悦感主要来自乙醇 喝酒导致的头疼呕吐等不愉快主要来自乙醇 不管是哪种基因发生突变 都会减少喝酒的乐趣 增加喝酒的不良反应 因此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 比如不得不做的应酬 理论上基因好的人会因为酒精停留的时间更长 而乙醇代谢的更快 所以更能享受喝酒的乐趣 而有突变的人会因为还没来得及喝高兴 就开始不舒服了 所以会喝的更少或者不爱喝酒 喝酒就脸红的人大概率带有一个或两个基因的突变 酒精对于他们来说伤害更大 理论上他们应该对酒有天生的排斥 反过来如果你有一个爱整两杯 而且酒量不错的老爸 那么你爱喝酒的概率也会大很多 在我看来聚会喝酒不仅仅是一种社交活动 更是一门自控的艺术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能帮助你更好的认识酒精 让你在新年的团聚中能够用科学的态度 快乐的享受每一杯 祝大家新年快乐 团圆美满 龙年大吉 自己比咮 我知道你来说 所以我会均过 ö了 你联系的房子 那我也 resol线你的脖子 好 Behavior 怎样 她们看到你 不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